在海科馆避水巷长廊 一盏盏闪亮的平灯 为空间营造出温馨的气氛 这些作品源自瑞芳平灯节的创意 如今成为海科乐林学习中心的特色课程之一 长辈们在课堂上学习编织、彩绘等技巧 亲手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手提平灯 成果令人惊艳 平灯赞 真的很赞 这位乐林同学在海科乐林学习中心 完成了多项创举 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体 我的手是不够完整的 因为小时候发生的事故 所以我的内心其实也是会有相对的一个缺失 有些事情不大敢去做 那非常感谢海科馆呢 能够开这样的乐林学习中心 让我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我来上了这些课之后 我发现应验的那句话 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发现每一堂课我都好喜欢 尤其是我最害怕的英文 我都勇于来挑战来学习 谢谢海科馆 海科馆开设与环境永续的系列课程 让不少学员收获满满 手工编织也让我学到很多 然后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热林的学习 课程老师来自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证协会 他们将瑞芳火把节中的平灯节创作艺术带入课堂 诚定平安祝福 环境的人都不晓得说 废弃的瓶子可以做出很多种的花样 做平灯 彩绘平灯 尤其很多国小 国中 高中 都会来去我们一个团 或者带一些小团体来去我们做彩绘 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是说 能够在我们这个海科馆给我们机会 还有下个礼拜 我们就有一个老师来教彩绘平灯 下个礼拜还有彩绘平灯呢 老师也邀请有兴趣的民众 参加2024瑞芳黄金山城系列活动之平灯饗宴 亲身体验废弃玻璃瓶再生利用的魅力与活力 透过热林课程为环境保护贡献心力外 也展现了热林教育与环境永续的完美结合 海科热林学习忠心 赞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说明天的报道 说明天的报道 形容 一条 请拖人